让你的琴向左前方 人左正 肩平了没有啊 你的两肩平了没有 两腿是不是有皮着的 好看吗 是不是不好看啊 我昨天说过了 你看这琴朝向都就变了 你拉弓以后是这样拉吗 不能往前啊 右和左对吧 这些在简单温固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说胎直咯 左腿朝前啊 这非常重要 我跟你讲 虽然是我今天讲了左手 加了左手 但你未来你的右手的运动 你可千万别忽略的他 好不好 我们这个课现在有点突击 来吧 抬指开始 我们现在所有刚才 你看我做OK的这个 一指是一直没动 我们现在二指来做实验 一指保留在琴弦上 别抬起来 不要抬起来 叫保留指 未来你就知道 他有多重要了 我的动作比你少一倍还多 你不信就试试 为什么你拉不快 有很多同学都有基础的 我看这一批的学员 有好多以前都从事过专业的 还有这个同学是 以前在艺术大学 是吧 还有零基础 同学们无论你什么基础 一定要从这开始 这才是正确的打开二后打门的一条路 一指放在这保留指 对 别动 接下来我们的二三四指 在你自然弯曲的情况下 向上抬起来的运动 统一的 千万别伸 你也抬不起来 你只要你伸了 你就抬不起来 有些人特别不负责任 对 在公寓直播呀 包括私语直播 有很多人都是在讲啊 因为我讲了已经三年了 很多人都会天天去看我的直播 那他教人台词 他自己就没搞明白 你同学们 你千万不要伸着台 我先说清楚 你未来所有的基础音的演奏 你的手指必须自然弯曲 因为这个音就在这等着你 找音千万别用音味贴 如果你有其他的学习的一些经历 你赶紧把音味贴死了 你听我的 音味贴太坑人了 太害人了 你用了它绝对不可能找准音 这个不是我对那些业余教学 我抱有一些有色眼镜 不是 因为它是完全让你学坏的 你那样你学学 你就不 就是你把学费交完了之后 可能就 你拉不拉好 跟人家没有关系了 好吗 你开始上来 你确实能找准音 你看着似乎能找准音 其实不准的 来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二三四指 你快速向上台 然后迅速下落 快台 快落 肘 手腕 都不要动 快台 一直别动 对 也别跟着使劲 对 快台 然后快速下落 中指 因为有琴弦挡着 所以 它 敲击到琴弦上 那你的无名指和小指 它是因为没有琴弦挡着 所以你看 它回去了 是什么放松的 是什么放松的 你看我这肌肉软的 触到琴弦以后 你千万不要再紧张 再僵硬了 你抬起来的时候 整个有些肌肉 它是运动的 向上就是反引力 就像我们躺在床上 是松弛的 你起床这一下 它是反引力的 对 这时候需要你 比如说 说要讲的 讲这个腹肌 或者有哪 这个就不说了 所以你抬起来 利用你手指 自身骨头的重量 加惯性 迅速敲击到你的琴弦上 好 保持住这个力 你松量它就够了 因为手指自身骨头的重量 放在琴弦上 它就会出声音 如果你不碰 按不时 它就虚嘛 那你别紧张啊 是不是 你别紧张 别变聋啊 别使劲变聋 下下再捏了 这样的运动方式 这是台指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说一个手指 就是你的意志 因为一会儿我要教给大家一首练习曲 是有意志的外弦练习 以后再介绍啊 为什么是外弦练习啊 那我们来看看啊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没有任何的什么保留指存在了 因为千金现在就当保留指了 因为它是有固定音的嘛 还是拿外弦啊 你看手指弯曲的啊 对 弯曲的 然后只要落下来就可以了 落下来就可以了 说到这儿呢 先要再往后讲一点点东西 因为你这个音准现在来了 我们现在就得知道 怎么才能拉准音呢 同学们不用着急 也不用害怕 二活的音准不难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讲千金高度了 这个千金高度啊 它是跟着我们每个人的手指长度来的 嗯 千金高度 这个千金啊 千百千千千千两千千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视频 录播课上是有的啊 呃 就是二活的构造里边 它呢 是可以上下移动的 终 哦